烏克蘭戰爭比我們想的要 困難複雜的多 車程的面積只有1萬7千公里 他只有100多萬人 烏克蘭是60萬平方公里 烏克蘭人口是4400萬 車程的人口只有139萬 而且 烏克蘭美國介入之深 遠遠超過車程 車程跟喬治亞 美國根本就沾不到邊 車程199899美國全力介入的 車程在9899年的時候 是美國跟歐洲國家全力介入 我們現在講的是整個軍情體系的介入 當時他們的 你看那個連生化實驗室也那麼多個 你就知道烏克蘭美國 是介入到什麼程度 事實上連他的很多部長 也是美國回來的烏克蘭裔 所以你就知道他政府介入之深 那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因為普京自己的訴求 他說歷史跟精神文化同源 所以你怎麼好意思 對你的兄弟國下手 比如基輔 基輔是文化首顧 你能轟炸嗎 這個跟Growse你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就有他戰爭性上的難處 然後烏克蘭的打法 我覺得越來越清楚 就是他的軍隊根本都藏在城市裡面 所以你看不到野外的大部隊作戰 那城市裡面他就 比如說可能是醫院 或者是教堂 或者是任何民間的高樓 總之就是他跟民眾是混在一起的 然後他就不斷的取得刺針跟標槍飛彈 然後就從高樓來打你 但因為他的射程有四點多公里 然後速度是兩個馬赫嘛 所以俄羅斯沒有辦法接近 我覺得俄羅斯在這個戰爭的過程當中 就是因為他常在高樓 所以他沒有辦法掌握烏軍的地點 所以你就看到他遭到了 比如說坦克裝甲撤隊的一些損失 所以你看他最近開始要痛下決心 他最近有一些作為 所以我認為下個禮拜 傷亡會迅速升級 比如說我們舉例 比如說他前幾天去打烏西的Lutsk 這個地方 那這個就叫切斷軍員嘛 然後今天又去轟炸 這個Laviv旁邊的一個小鎮 那個是志願軍的訓練基地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俄羅斯事實上大概已經打定了就是說 我絕對不讓你再把刺針飛彈 跟標槍飛彈運進來 那只要涉及軍員的國家 我都刺紅敵國啦 就是這樣 然後志願軍基地他也炸 這個是一個部分 就是他已經這個就意味著 他認為烏克蘭的那些刺針啊 標槍這些飛彈早晚會用完 那用到的一定程度就是 城市地面戰爭的開始 這個死傷會非常嚴重 會非常嚴重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講那個Marioppo那種地方 那個地方本來就是他設定的 亞素營他要報復的地方嘛 這個地方已經斷糧第七天耶 那亞素營也擺明了 他也不讓民眾離開 所以那個安全通道 才實施一天就關了嘛 那 因為也有 二軍也怕亞素營會趁亂逃走嘛 所以也開了槍 這個地方我認為會爆發 非常大規模的人道危機啦 因為這個地方我去查了 晚上溫度是零下二度 斷糧七天 然後還這麼冷 我認為一定會死亡很多人啊 那到時候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 國際新聞事件 所以我覺得未來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 我認為戰爭是進入更慘烈的階段 完全沒有和談的訊息 那 Zelensky為什麼沒有辦法談呢 他今天也公開講啊 他說我沒有辦法投降啊 因為我怎麼能夠割讓領土 這個沒有人撐得住啦 而且以目前他內部政府裡面有那麼多右翼 搞不好還有美國人耶 你搞不好還要小心背後打來的子彈啊 被被自己人打 當然是有可能啊 所以我的意思說 事實上這個絕對沒有那麼簡單啊 事實上普丁也知道這個問題 所以他也做出讓步啊 他說我們沒有要佔領烏克蘭的領土 沒有要改變烏克蘭的體制 沒有要推翻烏克蘭政府 這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說 責倫斯基你放心啊 我不會推翻你啊 因為他已經警覺到這個問題了 責倫斯基如果出了問題 群龍無首問題更慘 所以他要希望責倫斯基 安安穩穩在那邊 當然是嘛 可是你就要讓步嘛 可是普丁目前沒有看到讓步的跡象嘛 比如說 兩個共和國的獨立 你這個問題怎麼談 這個就是割讓領土嘛 那你讓烏克蘭的領導人要怎麼談呢 我覺得這個難度太高了啦 那我當然要還要進一步看 這個俄羅斯最後會提出什麼樣的方案 因為 責倫斯基他就講 北約的議題啊 我知道北約不會接納烏克蘭 我已經冷靜下來了 可是他又加了一句話 他說 烏克蘭不願成為一個屈膝起連的國家 我也不會成為那樣的總統 對 他就公開這樣講嘛 所以我坦白說啦 這個 最後你一定要在法律上 雖然中國也在透露這個訊息 他說尊重各國的領土完整 那就是說在烏克蘭的法律體系下 你如何讓這兩個共和國實質獨立 可是法律上還是屬於烏克蘭 這個坦白講非常困難 這有一定的難度啦 那經濟我覺得那個都是 那個就是作秀啦 因為美國事實上二月的最後一個禮拜 已經沒有從俄羅斯進口石油了 所以我們看到的數字是以前的數字 就是比如說3% 還有成品油大概 那加起來5% 加起來大概接近8%嘛 事實上他二月下 二月最後的禮拜就是零了 就已經是零了 所以這個就是作秀啦 事實上本來就沒有嘛 那也許他藉機去跟韋內瑞拉 通通氣這樣 那至於說最後一個待遇 坦白說這個也沒什麼用 因為事實上各個 他美國那麼多企業 都已經主動退出了 那你再加關稅有什麼意義 你已經有那麼多項目 都禁止項目了 你加關稅有什麼用啊 301有什麼用啊 所以這個都是說一說而已啦 我不認為經濟的制裁 在歐洲沒有權利配合下會有效果 更不要講中國也不會配合 是 我稍微補一下 今天推進你這一台旺旺水繩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放在家裡面其實也都不佔地方 而且你的三分鐘 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繩 一瓶的電解液呢 就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繩 中天有獨家的觀眾的好康 你可以上快點GO